因為今天是第十四 第九是上課 裡面大概 主要的重點就是去下載 像Pi2.5的資料 那裡面當然格式裡面包含 CSV 再來就是Jetson 然後再XML 裡面當然我們也複習了一下 就是把資料下載之後 再把它儲存起來 因為如果你下載完之後 沒有一個地方給它存起來 那這次就不見了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我們會把它 直接寫到那個 資料庫裡面那等於是資料庫 SQLite資料庫的話 那就是新增資料庫 新增資料表 然後欄位給它 然後再用InsertIn2 不過我們用InsertIn2裡面的話 有一個XQ 它會一筆一筆XQ 一筆一筆的插入資料 那所以如果你要批次的話就是 這邊有XQ menu 這個也是把那個 XQ menu再複習一下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除了要匯之外 要熟練啦 因為其實如果你不熟練喔 即便你知道 但是你還是做不出來 而且其實蠻容易錯啦 為什麼用XQ menu 其實最大的好處就是 相對於那個XQ 你的程式可以寫得比較簡單一點 因為就是用問號來表示 裡面的那個資料就好了 但是它一定要先串成一個 串一個List 一個串列裡面還要有串列 所以串列裡面還要有串列 你又必須要先串好 所以我自己寫那個 一個List3 Append的 然後把List2再放進去 下載一筆資料 就串到List3裡面 最後再把List3 位給那個XQ menu 這樣就OK了 所以其實雖然複雜 但也我覺得還好啦 你知道那個流程注意啊 然後範本網路上都有 我們云端白板上面也都有 然後你就把它拿來參考 我想應該很快 以後網路上的資料呢 就很快可以到你的資料庫裡面 OK 這很重要 因為你如果沒辦法存起來的話 那資料就消失了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的注意 那今天的話呢 也許我們再把那個 就是上禮拜講到的部分的話 後面還有一個 就是雲南複雜裡面 你就找一下那個 6-1 6-2 那6-2裡面的話呢 他還有一個練習就是 那個 比如說延伸性 就是 有關那個Jetson的檔案 比較特殊 那Jetson裡面 我特別強調 他有幾種可能性 就是說 他前面如果是中瓜虎開頭的話 那你就是要用EVO EVA 那個EVO那個方法去抓 就轉換 把它轉換 因為他是中瓜虎 表示他是個List 但另外有一個有可能性 就是他是大瓜虎 你就要用Jetson 那必須要把Jetson 那個Import進來去做操作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你們可以開啟那個 06-2 62部分 那裡面的話 有個延伸練習 假設 我希望能夠把那個 因為這一題也是同學問的 回去他自己有練習 當然我講過 開放資料上面的這個 太多了 那你回去的話 其實可以挑幾個 你覺得有信 那他剛好他每天都要 就是使用到Ubuy 那剛好他都住新北市 所以呢他就到新北市的開放之類 他關鍵是新北市開放資料 然後再控一個Ubuy 他就真的有找到 原來新北市政府呢 他也很 很open的 而且反而發現 新北市政府的開放資料平台 感覺做的比那個 這個台北市的 好像 比較友善一點 而且 相對的介面 好像比較用心 因為其實大家 你可以比較一下 新北市政府的開放平台 那裡面的話 這邊就有蠻多的 他可以下載的 然後可以連接的 Jackson的格式 他還有筆數都幫你列出來 那有相關的東西 熱門的部分 他也幫你列出來了 熱門的話 當然你點進去 裡面 當然你也可以搜尋什麼 搜尋 一些的Ubuy吧 或者你可以把它輸入的Ubuy 那Ubuy的話呢 裡面 搜尋之後的話 也許你可以 找到那個 有一個Ubuy的一個 資料開放之下 就這一個 新北市的 什麼 自行車就是Ubuy 然後這裡面 瀏覽次數都有 而且資料格式也都出來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找那個 相關的資料 你可以到那個 新北市的那個 開放資料裡面找 那他就回去練習 不過他練習的時候 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 下載資料沒問題 但是要insert into之後 就有問題 為什麼insert into不行 不過 其實當然他也照做啦 也eq進去 可是問題他就卡住了 所以我講過 在有些地方 真的就是一個小細節 還有debug的技巧 比如說你錯了 可是問題你要怎麼知道 錯在哪裡 ok 這個就蠻重要 因為他也問了我 然後我就想說 這應該不會很複雜 果然真的卡住了 那卡住怎麼辦 就要找問題 要找答案 怎麼解 那這部分我請各位 先試試看 就是說 第一個先到那個 新北市的這個部分 然後他裡面有告訴我們說 裡面有這些欄位名稱 然後名稱的話 這麼多 一二 這麼多了 那我希望怎麼樣呢 把這些資料 通通都下載到我們的 這個sicle line裡面 他有這些欄位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當然我這邊是用sicle line 直接把它打開 或者你用那個slate slate所有的欄位 from這個table 把它全部呢 都把它抓下來 裡面的話 這邊也有連結 你也可以直接從這邊抓 那我們需要的檔案格式的話 基本上 但json也可以啦 xml其實人家可以練習 不過我們這一題練習 我用json好了 那你json點開來之後 你會發現 打開它就直接 其實就個連結啦 那個在新 這個台北市政府是按右鍵 右鍵去檢查那個連結 那我們這個地方 它好像比較簡單 它點下去 直接就幫我開起來了 連結在這裡 裡面的話 我需要的資料呢 其實 就是中瓜無開頭 所以我們可以用evo 但另外 其實我下面有提 另外一個練習 就是說 中央政府也有 不過特別注意 往下走 你可以看到 在中央政府也有提供 不過中央政府提供的 它比較特殊 它跟新北市政府 雖然看起來頁面很像 但是呢 它的json格式 它是什麼 大瓜無開頭 所以就我之前講的 如果你今天 是抓中央政府的data 那你用evo 就掛掉了 就不行 那怎麼辦呢 你這個時候只能用 importjson 用json.loads loads loads 把這個東西 把它才能夠載進來 不然的話 它沒有辦法幫你 把這裡面 把它做 爬資料的動作 所以請各位第一個 先大概看一下 新北市政府的這個資料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我希望呢 反正很簡單 很單純 我希望把這個資料先爬下來 爬下來之後的話 並且幫我把它 塞到那個database裡面去 大概就這樣 不過塞到資料庫裡面 會有出現一個問題 請各位也許可以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之後的話 大概就是找新北市的開放平台的Ubuy 那找進來之後的話 它這邊有相關的說明 那其實 我是覺得它這個系統做得好像比台北市好 因為它比如說這個欄位名稱的說明 不過它這個名稱 在檔案下載 我後來點一下 會發現 這裡面原來是什麼 原來是那個 它的英文說明 有沒有 它這個欄位裡面的名稱 什麼SNO 這什麼 SNA 我不知道 要不點這個下面 其實原來這應該是 藍位名稱說明吧 不過它這個叫 所以這裡 可能要扣一分 就 剛剛可以意見回覆 你可以的嗎 給它信號嗎 看幾顆信 可能 可能這部分 我覺得 也許可以把意見 跟它講說 你這地方是 乾脆你就把那個藍位名稱 寫在這裡就好了 你另外再弄一個 另外弄一個這個感覺 好像有點PDF有點多詞一句 你這樣 閱讀不方便 裡面其實我們會虛 因為這個是 某同學 他每天都會騎U-buy 而且新北式U-buy 那剛好這開放資料是即時的 所以它希望能夠用Python 去把它解析看到 它家附近哪一個點 沒有幾台車子 甚至可以跟手機APP連接的話 那更方便 直接去串這個資料 有沒有 馬上就可以知道 而且排序一下 去哪個站點去借 可能借到的機率是最高的 當然 U-buy也有類似的APP 不過如果你自己寫 可以量身定做 但是 U-buy提供給的APP 就是大家 每個人都用的那個樣子 所以你在這地方 裡面的話 我們可能會需要可借的這個位數 等等 它這邊有一堆 當然 經緯度 你可以跟那個Google Map串聯 也許可以顯示出Google Map 把地圖地標打上去 甚至在上面最好顯示出一個圈圈 裡面有幾台車可以借 這樣就更方便 所以開放資料可以跟Google Map串聯的話 那這樣相對方便性很高 那只是說我們會希望做的事情 Python能練習 第一 請你 當然 因為我們這 CSV 前面做過蠻多的 所以我們現在 Json 那XMLH你可以自己再練習 因為這 能夠練習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今天我們是針對這個 這個Json檔 裡面 然後我希望怎麼樣 可以用那個Request 幫我抓下來 抓下來之後呢 因為它是中瓜 我開頭 所以是EVO EVO之後的話 它就把裡面的什麼 大瓜糊有沒有 這個大瓜糊裡面的資料 就這些這些這些 一堆有沒有 那這個 把EVO過來的東西 大瓜糊開頭呢 在Python裡面 就叫Dictionary 字典有沒有 還記得吧 所以我們前面不是一直強調 List Dictionary Dictionary其實就是兩個List 一個List 叫List Key 一個List 叫List 很有印象吧 這很重要 如果你對那個 那個中瓜糊 List 不了解的話 以後要弄很多東西 都弄不出來 還有呢 Json 你就要很了解 字典 Dictionary 因為你Dictionary 不熟的話 Json過來的東西 你就接 就沒辦法去解析 所以上禮拜同學 就會問到 那個到底要怎麼把 那個 這裡面的東西 把它剖開來 其實你可以看一個關鍵 我一直強調 它的概念一定是大瓜糊 裡面一定是Key 中間加個冒號 然後前面是Key 後面是Value 有沒有 第二筆的話一定是 加一個豆點 有沒有 然後呢 再一個Key 再一個Value 再一個豆點 再一個Key 再一個Value 有沒有發現 其實Key 其實在資料庫裡面 對應就是欄位名稱 對不對 那Value就是裡面的資料 只是說你會發現 它每個大瓜糊的Key 都會不斷重複 這樣的話 其實我覺得它相對的 你如果佔 其實也蠻佔空間的 為什麼 因為一直重複啊 對不對 那CSV就比較不會 這個問題 因為CSV就是 反正這一欄就是什麼 它比較像Exel 有沒有 這個的話呢 就是Key Value Key一直重複 Value放進去而已 OK 應該可以有這個概念 記得喔 外面是一個大瓜糊 那我們如果說今天把它 爬下來之後 接下來要做什麼 就是把它 print出來嘛 輸出 如果說我今天要把 Additionary解析出來的話 解析當然我不要全部的資料 假設我們今天 我雲南上有放這個 Sample 那這個Sample的話 就是說呢 我們如果把它下載下來 所以06 02裡面 底下就是這一段 我如果希望把它 Gate下來 我只希望抓的就是什麼呢 比如說那個 站點的名稱 然後的話 就是還有那個什麼呢 站點的總格數 可借幾格啦 然後還有什麼 其他像 總共我希望一個 一個 這個 站點的名稱 這個代號跟名稱 然後另外的話 Enter一下 那我就是什麼呢 總格數 然後呢 可借位數 所以我基本上呢 我只要把什麼呢 把這個 所以第一個 我其實把抓這個 然後另外的話 抓這個 可能你要稍微看一下 裡面的那個 藍文名稱 因為這個藍文名稱 它取的名稱 所以有時候對應 可能要對應一下 把這幾個 通通抓下來之後的話 我把它print了出去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假設我今天 希望看到的結果 是這樣子 好 你可以看到 最後我抓下來了 所以我把 這個連結 放在request get 用UTf8 因為它裡面的編碼方 是UTf8 然後用evo evo我前面講過 一定 中瓜糊開頭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將來就是要把它解析 過來的東西 特別注意喔 它就是一個list 為什麼 因為我們用evo 抓過來嘛 它一定是中瓜糊開頭 中瓜糊結束 中間 到點 也就在那個list裡面的話 放了很多dictionary 所以呢 我們就是要把一個一個dictionary 怎麼樣 一個一個的解析 所以這個value 就是一個list 這個list裡面呢 放了很多個dictionary 所以我們把它for 也許那個dictionary 叫park吧 那我把那個park 指的是第一個dictionary 抓過來 那分別把裡面的資料抓出來 所以park裡面的東西 那我就給它一個什麼 中瓜糊 給它一個名稱 那這個名稱 其實就是它的key 丟過來的東西 就是它的value 有沒有 把key跟value 丟過來 所以它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抓到什麼 裡面的東西 那就可以分別把裡面的資料 給顯示出來 所以顯示出來 再把它print出來的話 你會發現喔 就會是 比如說第一個站點名稱 不過因為我把它格數 站點名稱代號 然後名稱 另外的話呢 目前的總格數的話 是兩個 OK 那其他的話還有 分別就把這些資料都列出來了 不過如果你將來要把它排序的話 可能還是需要先丟到資料庫 再把它查回來 查了之後 讓它order by 讓它看用哪一欄做排序 所以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第一個就是把資料抓下來 那抓下來之後的話呢 可能會有個問題 我們第二個步驟呢 希望能夠把它丟到資料庫裡面 所以會需要把資料庫 一個一個用什麼 insert into 把它丟到那個資料 建立一個資料表 叫u by u好了 然後裡面的欄 欄位名稱 把資料丟進去 不過我前面寫的 是沒有用excuse menu 我用excuse 不過你會把excuse 這後面寫成這樣子 自己光看了都覺得 頭皮發麻 因為實在太複雜 不過真的是我自己寫的 這每個都我自己寫的 因為同學問問題 那我就真的 你看我要花多少時間 不過還好啦 這對我來說 雖然也是不難啦 但是也要花一點時間 不過這個當然我還建議啦 如果你覺得這太複雜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excuse menu 但問題excuse menu 會有個問題 你要怎麼樣把資料 下來的資料轉成list 因為你要丟到excuse menu 你必須丟給他一個list 就是在list裡面丟list 那你原來的資料是什麼 你原來的資料是在list裡面 放dictionary 有沒有 在那個我們下載的資料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 這裡面是一個list 裡面放dictionary 所以呢 我必須怎麼樣 把這個dictionary先解析出來 解析什麼 把它拆成兩欄 然後其中一欄再放回去list 再丟到資料庫 excuse menu 其實就可以了 上禮拜好像我記得 有同學問到 好像失敗 不過其實也非常簡單 如果你要解析的話 可以回頭看 第五個單元裡面 我有講過 其實你可以把那個dictionary 有沒有 如果拆的話 你可以拆一個key 一個value 那我們要的是這個value 有沒有啊 所以其實你可以什麼 把這個東西點values 其實就這一行有沒有 假如說我拿這一行 把它放到哪裡了 如果我今天呢 不要一個一個解析的話 那我可以把這個先註解掉 也是一樣喔 把這一個list的其中一個dictionary 抓過來 那我這個dictionary裡面的話 我如果要把它解析的話 那我可以利用剛剛類似的概念 就是說呢 我把 但就不是那個dictionary 就是puck 有沒有 把那個puck裡面的 因為puck裡面其實就放的是dictionary 裡面的value 幫我放到前面的list value 好OK 那如果你要把它列印出來的話 其實就是怎麼樣 把它 就底下再多加一個print 好了 比如說我print什麼 把那個list的value 把它print出來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吧 OK 那我們把它執行的話 我其實呢 就可以得到什麼 得到像這樣的一個結構了 也就是它裡面的所有的list 有沒有 它的編號 它的名稱 它的什麼什麼 反正就這些啦 有沒有發現 它就是一個一個的list 有沒有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把它insert into 到那個database裡面 用execute menu的話 就很簡單 因為我已經下載了一個 就是dictionary 然後我把它的value 的部分抓過來 然後在append 有沒有 就像那個append到一個list裡面 然後再丟給database 就OK了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啦 如果用execute menu 好像會簡單許多 就不用像我之前寫的這麼複雜 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第一個 先大家了解一下那個 這個裡面的架構 第二個的話呢 抓下來 然後把它稍微 把你要的訊息PO出來 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再來就是說呢 把資料呢 丟到資料庫裡面 資料庫當然 我們就可以幾個方法 就把資料分開來 不過分開來 我發現一個一個把它分開 好像太麻煩了 乾脆整筆算了 整筆好像程式就變簡單多了 再來呢 把value部分抓過來 再串 串完再直接一筆 就丟到那個 我們的database裡面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